观众朋友 我们知道人残疾会使用拐杖等辅助的工具 那您知道鲸鱼如果换了有残疾 同样可以带上一些辅助的工具 让它在水中游行自如 美国一只叫做爱达的鲸鱼 由于身体残疾无法控制身体在水中的沉浮 只能一直沉在鱼缸的底部 为此它的主人给它穿上了特别的漂浮衣 使它能像其他鱼儿一样正常的游泳 爱达的主人称 由于身体残疾 爱达无法控制身体在水中的沉浮 总是躺在鱼缸底部 穿上特制的漂浮衣以后 它终于能够正常的游泳 并和其他鲸鱼一起浮到水面吃鱼食了 据了解无法正常沉浮 是鲸鱼身体上的常见问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 鲸鱼的鱼镖 也就是鱼泡泡出现了并发症 而鱼镖是鲸鱼用来在水中保持平衡 和控制移动的重要的器官 鱼镖是鲸鱼的鱼镖